又是Howard了 这个人时间来了 场上多次大受经典报扣动作 这个赛季已经出赛20场 霍华德角处平均每场23.2分 16.2篮板 场均表现维持高水准 却没能就起云豹垫底战机 确定无缘晋级季后赛 霍华德还会留在台湾吗 他突然在IG感情发文 从当时刚来台 球迷在机场热烈欢迎的画面回忆 霍华德说虽然是个 起伏的赛季但能够待在台湾 是人生很棒的经历 更强调自己真的不想离开台湾 不忘跟粉丝互动 如果希望他留在这 就赶紧在底下留言 这是代表续约有新进展吗 云豹也力挺回应 不论在场内外霍华德都提高 球队与联盟的能见度 球团绝对希望他继续留下来 续约将是接下来的优先事项 确实霍华德带来的旋风 初期只要他出赛场场都爆满 周边商品跟代言带来效益强大 不过球团也砸下月薪 超过640万台币聘请 对比他当时信心满满 要带领云豹停进季后赛 如今却先行遭淘汰 他是个中锋 他没办法持球代球自己创造机会 所以篮球就是这样 你一名内线的常人 你就必须要很好的后卫跟本土来做搭配 同样都有NBA经历对比 批裂钢铁人林树豪加入后 看到季后赛曙光 云豹则是没能翻身 但球评认为 霍华德个人魅力跟实力无庸置疑 篮球靠的是团队合作 霍华德留台意愿已经抛出 未来动向球迷都很关注 TB的新闻连至周宣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